早上好 欢迎收看6月21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敏和 在过去的经验里 金钱投资计划的新闻 往往会成为各大中文报的头版 但是现在却让人看到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叱咤金钱投资界的NBI 它的创办人被逮捕了 纷纷成了各家报纸 甚至是前风报的头版新闻 在新闻发布会上 贸销部还三肩齐口 保留NBI创办人的身份 不愿说出创办人张玉发的姓名 但是最引起人们关注的 是贸销部是否瓦解了 NBI金钱投资计划了呢 这一方面贸销部表示 总共冻结了NBI的98个银行户头 涉及的金额多达2亿900万令吉 只是目前延扣了创办人4天 要深入调查之后 才可以决定是否提控张玉发 至于槟城的AMO 昨天照常营业 不过因为不是周末 所以没有看见涌现人潮 用点数兑换商品 马来报的每日新闻 没有把NBI刊登在头版 而是用了首相署部长 阿都拉曼达兰质疑 槟城的海底隧道的 三个路段工程 超之400% 因此要求槟州首长林冠英 向人们做出解释 另外一则头版新闻 是新海峡时报的联土全球争议 也就是刚辞去联土全球主席一职的 伊莎和她的太太 今天将会被反贪会传召问话 录取口供 伊莎早前是因为被她勒令休假的 首席执行员查卡利亚 向反贪会举报 涉拳滥权舞弊 接着来关注YNDB的最新进展 美国司法部再度寻求充公 挪用YNDB资金的资产 引起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的不满 为什么在诉讼书要大谈一号官员妻子的钻石 因为诉讼书并没有要求充公 反而长篇大论的提到钻石课题 会给大家一种印象 以为首相富人罗斯玛好像做错了一些什么 而且还会被反对党在大选前夕 拿来滥用打击果真 对于这番说法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马上揶于阿都拉曼达兰 到现在还搞不懂美国司法部 充公YNDB大约73亿令吉的资产的原因 他指出洗黑钱活动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大马都是非法的 美国司法部的行动 是要将遭到不当挪用的资产 归还给大马的人民 而美国的第一波充公行动时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阿都拉曼达兰曾经表示 一号官员就是首相纳吉 这次他被记者问到相同的问题时 一号官员是不是纳吉 结果阿都拉曼达兰却拒绝回答了 坏个焦点 根据莫迪卡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 大马人普遍对国家经济感到忧虑 数据显示 有74%的大马人对经济感到担忧 而每10个大马人当中就有6个人 或是超过4分之3的穆斯林 关注大马的通货膨胀问题 该民调中心主任伊布拉辛说 虽然调查显示大马人对经济感到担忧 但是为了维护马来人的权益 马来人依然效忠国阵还有巫统 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比国阵更好的替代选择 反对党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有更好的表现 调查也发现 大马华人认为国阵是导致国家经济疲软的根源 比起通货膨胀有47%的华人 更担心国家的贪污问题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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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